从大环境来说,在亚洲或全球没有一个地方,比粤港澳大湾区更适合青年创业 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刘明伟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是评价大湾区对于香港青年事业发展的意义 在刘明伟的眼中,香港高效伶俐,基础科研实力强劲 过往曾有一批港产青年才俊到大湾区开创人生事业 他希望未来香港能有更多像大江创始人汪涛一样的创业者 他认为香港在人才培养上要超越本地,着眼于整个大湾区甚至是国家层面的需求 香港青年也需要到大湾区开拓眼界 现阶段大湾区内以科技领域的土壤作为深厚,创业就业的形势作为优越 在亚洲或者全世界没有一个比较更适合创业的地方 无论是科技,无论是网络,无论是基金,无论是政策 全部东西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挺配合的一个状态 香港能提供的这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还有它有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监管 大湾区能提供的可能是人才,可能是内地的那个市场 你其实要我们国家的金融科技走出去世界的话 其实没有一个比香港更好的平台去走出去的 刘明伟说如何帮助港青创业者在大湾区建立商业网络 认识内地与香港消费者之间的不同特性 才是当前青年发展委员会关注的焦点 三月底,委员会因应推出有关大湾区建设的青年创业资助计划 和创新创业基地体验资助计划 旨在通过向非政府机构注资 支持港青到区内商创基地考察及创业 刘明伟认为,通过这些措施 创业者将更为清晰地审视自身条件 找准自身优势,认识大湾区市场 并非因网络上他人的创业故事而意识冲动 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2018年4月,香港特区政府组建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 由郑务司司长张建宗担任主席 全面研究香港青年关注的政策议题 尤其是青年学业、事业和志业 并鼓励其参政、议政和论政 旅行超过一年的刘明伟表示 委员会通过青年委员自建计划 引入更多新鲜学业 让青年声音得到更好反应 对青年政策的设计和推进意义重大 这件计划也是搞了一年多 现在应该有20多个委员会 接受了这些申请 但不同课题是有不同的考虑 譬如最近我们在招聘的是扶贫委员会 我以前也是扶贫委员会的委员 以前扶贫委员会的平均年龄 肯定是45以下 而以前有没有真正考虑到青年贫穷的问题 或者他们在学业或者学债 或者之后在周业的时候 他们的薪水让他们带有一个什么的生活 这个可能以前在扶贫委员会是没有还要被反映出来的 那以后有新的青年委员 这个应该可以更好地带得出来 自2015年被特区政府委任为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 到2018年霍腰担任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 本身是80后的刘明伟 在香港从事青年工作已经四年 他自言青年工作不容易做 四年过去 他对港青们本身和其面临的具体问题 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青年工作不容易做肯定的 我确实看到青年人在商业商政上面 是有遇上很多困难 而这些困难某程度上政府或者政府层面 是能解决一下的 这个因为这个我就很感兴趣去改善 青年人的他的生活 或者他的未来 一股 一股 一股